作為澳銀老企 我們首先定位最主要的市場就是澳門 澳門沒有大規模的種植面積 而最鄰近的地方就是珠海 所以我們當時就選擇了珠海為我們的種植基地 我們農場現在佔地面積是50畝 現在開發了第一期是16畝 每個月的產量可以到6噸 我們主要分開兩個種類 一個西式菜一個中式菜 西式菜我們現在有十幾個品種 中式菜都有七八種 我們由種子到整個生產過程都要符合規定 我們的種子去到我們的烤箱裏 我們會一排一排 第一個階段就是頭兩個星期 我們會在育苗的階段 它生長出來的苗已經成長了 我們就會再移到第三週 確保它到第三週之後 我們就會移到種植區裏面 它就會繼續生長 由種子去到我們收成大約需要6個星期 還有它裏面所用的一個整個系統 整個設備 它的質量的保證 都是包括西菜也好 中菜也好 它整個技術的含量都是一致的 看回澳門的有機蔬菜市場 其實現代人不斷追求健康 其實有機蔬菜市場是不斷發展的 我們希望這個品牌 由一個澳人到企 慢慢在澳門發展到之後 能夠在大灣區 甚至在全中國 都可以認識到我們的品牌 亦都可以享用到我們百分百的 有機蔬菜 幸好 消災 學� ажд一定不會 海馬 無一定